今天心情非常沉重 早前幾天大家都知道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我們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醫療事件 當中涉及一個新生的嬰兒 一個早產的嬰兒 星期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接受強心藥書註的時候 懷疑醫護人員沒有打開書註管活生 最終不幸離世 事隔三天威爾管理層親身交代事件 老實說家屬對於這件事件 都有表達非常不滿 亦都因為有關事件令到他們很難過 如果家屬要進一步追究 有什麼需要在各方面的責任負擔 醫院一定會承擔有關的責任 他提到事件中有兩個護士負責輸著藥物的過程 其中一個是資深護士 目前難以百分百肯定是人為錯誤 儀器方面我們倉庫體是沒有問題 但儀器本身是否可以做到一個適時的 去提醒醫護人員呢 鍾建禮說同事都感到悲痛 情緒相當受困擾 有關醫護正在放假 遠方就事件要在八個星期內 向醫管局總局交報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按個卡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